花开不知求已去,雨来方决冬已深,一窗一雨,冷了回忆,一场花开,却暖了心情,无需找什么借口,你无所有,就是你拼的理由。 不要为模糊不清的未来,过分担忧,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,奋发图强,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成长,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叫改变,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,时间只是顾客。 自己才是主人,人生有太多的预见,擦肩而过是一种预见,刻骨铭心是一种预见,有很多时候,看见的,看不见了,记住的,遗忘了,无论在对的时间预见错的人,还是在错的时间预见对的人。 对于心灵,都是一次力量,朋友不在多少,自然随意就好,关心,不用甜言蜜语,真诚就好,有意,不需朝朝暮暮,记得就好,问候。 不要语句优美,真心就好,爱护,不必行事,温暖就好。 朋友,不是初次见面后,就有想见恨晚的感觉,而是逆境沧桑后,由衷地说一声,认识你真好。 有时,人们对自己的幸福出事无睹,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,其实,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